Menton,我对夜难人做的碟 我都很熟悉的 不过当年我没有买到 我最近市面上有翻出来 所以我最近也买了一堆 我都很喜欢这些声音 我知道背后录音那个KK王 我只知道是KK王这个人 但里面是什么人我不是很熟悉 我知道你跟他很熟悉 是很熟悉的 因为KK王中文名是王启光 跟你的名字相差一个字 初时我70年代入去EMI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王启光的弟弟 叫他王启冲 差一个字 其实没关系的 当时KK王是在做MD 其实他是1974年加入去EMI 就负责他建的EMI Studio 如果大家真正知道香港录音室的历史 都知道EMI Studio是很高辉的 因为他将全部英国的器材 运过来 因为EMI是英国的唱片公司 就由KK负责去建和选择器材 薄线什么都可以做 为什么KK王那么喜欢这件事呢 原因是他之前70年代初是 荔枫唱片公司的Engineer 他就开始做这件事 到后来因为EMI想发展香港 因为他之前有很多经典的上海作品 就来到香港 那时开了一间EMI唱片公司 就是香港的EMI白代 是1953年开的 就将周旋和白江引入了香港去发展 而另外香港又流行了英国的Ben Sang 例如Betols、Rolling Stone 就开始取代了EMI的领导地位 所以那时EMI就不如想 在香港直接开一间录音室 就签香港的歌手 所以1974年开始就正式成立了EMI Studio KK王就负责里面的Studio工作 亦都负责了整间公司的MD 即是主要的董事经理的最高位置 这么高级的 是的 我真的以为只是一个录音师 不是的 接着他就负责了很多人 林子祥是其中一个签的人 因为林子祥是KK当时在美国去结婚 有一个婚礼 在那边摆酒或摆宴会 就是林子祥是她的朋友 现场就叫林子祥出来唱歌 知道她喜欢唱歌 所以林子祥那时就唱了一首 英文版的《分分钟需要你》 是的 他就说唱得这么好 第二天我回到香港一定会签你 所以就拔了林子祥在七十年代后期 因为七七年左右 回到香港正式加盟了EMI 而另一个签约的 其中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罗文 是 因为罗文当时是属于华智唱片公司的 亦都出了很多娱乐唱片公司 出了很多经典作品 但是他就特意去找罗文过来 而罗文亦都很信任KK王的 他就说明如果我进来EMI 你一定会跟我监制 所以罗文的应该是七八年左右的 第一张专辑就是《好歌献给你》 就由KK王亲自去监制 亦都是这么久以来 KK王第一次 是将自己的名字叫做produced by KK王 就是这张中文唱片 就是罗文这张 其实之前有些英文唱片 他也加过名字是produced by KK王 但是都是雜金唱片而已 所以《好歌献给你》 就是一张很有代表了KK王 在当时他的录音的技术 其实之后很多唱片 他都是亲自亲为去做的 每次我到EMI 都会见到他 就由studio走过去旁边的office 每次录完一名带 就拿整个抹袋 就是那些带 就拿到他的房间 用到很大声的缩笼 扭到很大 尽量去听播 如果声音不好 就马上又再录音 你是很认真的一个人 所以我其实是很佩服他的 我觉得有些话要说 因为我当时上EMI 除了拿碟之外 而EMI也有我太太进去做 1980年 他一直到现在还提着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联络 他说 Mamford 你那时常常上来的 追求我们的女生 说到现在 想见你一面 是的 因为这样 他和大家一起聊天的一个笑料 但是KK王近年间 已经去了美国那边居住 定居 亦很少回到香港 但是他依然是很醉心去发烧 自己在家 不停去搬机 他应该过了80岁 是的 但是他依然有一句 很特别的句子说 很多老人家到年纪大时 就很怕尖的高音 很怕低音 但是我不知为什么 他到80岁 还喜欢尖音 以及最喜欢的笔 越来越创重 更好听 所以这是他觉得 他自己还有这个本事 你觉得KK的感觉是怎样 我反而还想问一问 我知道他自组了一间录音室 是自己的 其实是否离开EMI之后 离开EMI之后 他就开始在火炭 开了一个studio 我也可以进去看 他的器材很厉害 因为我不太熟录音室 但见到这个地方 约有三千尺左右 这么大吗 是很大 全部studio在这里 另外一些空的位置 还会被那些乐手在弹奏 我相信这些录音应该当时录音室 就是当时录音室 不怪是这么漂亮的声音 很漂亮的 而且他要求很高的 你觉得他的录音室在哪一方面呢 因为我觉得他录音室录得很真 那种感觉很真 而且他不单是音响性 也很音乐性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音乐 我觉得是重新编排过再重新录音 不是单止 有时你知发烧录音 可能选择高音弄得好一点 他不是那些 纯粹是将音乐玩出来 不过是录得很真实的感觉 所以我都很喜欢他的音乐 我看到现在新的一些 他上线也写着什么是赛姆 是什么意思 这是英文的字叫Master's Match 赛姆就是我要与舞带竞赛 其实他的名字也挺难明白 赛姆 什么是赛姆 赛姆 赛姆 是赛姆 之后这批碟出的时候 出版的各位先生就跟我说 你出的赛姆碟 我都已经交了它 就是什么是赛姆 也问了之后 他就特意记了一只 一个叫Sampa的LP 这一只唱片他寄了给我之后 我发觉里面有很多的歌 是挺经典的作品 譬如有 《Round Midnight》 《St.Louis Cruz》 原来他将一些经典的作品 重新用赛姆的技巧 重新混音做出来 效果真的很好 我给很多Hi-Fi人听过 他说真的有提升了 美国里面 他的设计也很大 他说他的设计可以摆到 差不多有100个乐手 一个古弦乐团可以摆进去 因为他住的那些屋子很大 其实他也挺有钱的 所以他的屋子是很大 有几层高的 他也很聚心地 继续玩Hi-Fi的录音 Remaster 其实是将旧的东西重新做的 真正正正最好的就是原装的Master 一直这样强调 所以他叫做菜母 所以我相信这些碟都写着全部写着菜母 应该也是用了这个方法重新做过的 他的声音是有保证的 我也试过我有几张的 譬如《夜人人静》 我自己很喜欢听 里面有很多歌因为我认识的 最近我听了这张 是用中国乐器玩四季 是吗 这个很好 当然我没有原版 但我纯粹听这个菜母版本 我发觉那个声音也挺好 所以我最近有一条影片录音 我都拿来做试音 是吗 所以我都觉得可以看一看 是呀 里面真的有四季 是呀 整套都放进去 是呀 所以我觉得挺特别 这些应该都是当年录音 这次的菜母再重新做 还有他的演奏家也不差 真的很出名 玩耳虎是很著名的新小熊 是呀 所以我说原来这样的东西 应该是什么时候录音 最近发现了这个菜母 1999年 是呀 所以这次再出发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可以找一下 是呀 所以如果大家去过当时的studio之后 你知道他真是很认真去做一件事 到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依然是这么追求那些靓声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靓声不是壮彩回来的 是背后做了很多东西的 这堆碟大家值得去找来听听 是不错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